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在明天的即将会正式的发表 来自于于丁蜜的新歌叫做终点起点 好我也要麻烦我们于丁蜜的六位帮我们再开一下我们的麦克风 因为我在想我想要先问小薇 小薇这首歌曲是来自你的音乐创作 然后我觉得就我听起来我觉得从歌词的部分 很多很可以推敲的一些内容 要不要来简单的为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创作的机缘 还有里头你所想要表达的想要传达的这些message 其实这个歌呢其实是为我们自己写的一首歌 那是为了我们这一段人生的经历 那其实两年多以来我们其实 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很有趣 那我知道我们那个时刻两年前那个时刻 最重要的不是告诉所有人我们有多无辜多委屈 而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六个最重要的羁绊 那所以这一首歌在每一段里面有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彼此 想对对方说的话 然后也有我们过去的面对音乐 我们一直以来唯一的出口的一个解答 那歌词当中也有提到我们创作的初心 然后那样的单纯美好到现在还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那包含了维瓦迪计划的春夏秋冬 其实来自于我们的四季狂想这首歌 那我们一起工作了15年 我们比家人还要像家人 那既然是家人 其实就没有什么需要去隐藏我们最真的模样 而制作过程就是解答 那我们知道重新出发是有多难 可是就算失败了就顶多就是梦一场 只要我们还是一家人 就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击垮我们 那想问一下各位团员说 在心情比较 那个清风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大家都怎么安慰他 或者怎么鼓励他好不好 每个人讲一句或一两句这样好不好 第一个不要打给他 第一个是不要打给他 第二个不要表现过度主动的关心 看到发文才知道就太晚了 接下来接下来 好难接哦 加凯发文就还算是发的比较 自己感同身受一下 真的比较紧啊 对对对你跟还蛮紧的 而且个性比较鸡婆一点 所以会会就是像我太太会做蛋糕啊 就会送蛋糕过去问他说 哎你要不要吃啊 然后问一下他好不好这样 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 余丁蜜这个团最棒的地方就是 所有东西加起来 你就是一定找得到答案 就是当我们就是可以互相互补 像小薇知道不要吵我的时候 刘家凯就会很啰嗦 但是如果小薇不吵我 我可能会偶尔可能会有一点落寞的时候 就会觉得那有刘家凯也不错这样子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团体 总有一个人会知道怎么做最好 那其实其实永远都会有人提供最棒的解答 我觉得我就觉得很棒 余丁蜜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跟所有媒体朋友们说拜拜了 好不好 谢谢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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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听起来 终点起点 谢谢大家 听起来 谢谢